台湖报的学生呢今天就要退出立法院了 不过呢回顾在3月26号那天 民进党立委林黛化要带日本媒体进入议场的时候呢 跟着请警察大吵起来甚至出手打警察 那么这个当时桃园大员分局 有一位这个警备队的警察在现场 仗义直言力挺同事 现在竟然传出来被长官秋后算账 打人 委员打人 委员打人啊 委员打人 吹了我两拳啊 别打人啊 3月26日学生攻占立院第9天 民进党立委林黛化要带日本媒体进入议场 结果和驻卫警起冲突 这一幕让其他警察同仁很愤慨 当时大员分局警备对同姓警察在场 立挺同事问林黛化为何要打警察 这一问传出事后被长官约谈 分局不需要把我逼到这种地步 至于分局说没有逼我写报告 我这边有录音档 这个都有证据的东西 我在这很明确的 同姓远警拿出长官威胁的录音档 说自己仗义直言却遭到秋后算账 今天你写不止报告 那是取决在你 但是我很诚心的跟你建议 我希望说你不止东西 有同事看不下去带po网路 说是分局逼迫同姓远警写报告 要他离开如不从便将颁表拆为秦寺席吧 这就是第一天的颁上四个小时 休八个小时再上四个小时再休八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 还说难道为自己同仁发生要遭到白色恐怖 难道要把他逼上绝路吗 对此大员分局做出成绩 我们杜大组约谈他是因为之前他处理事情 跟民众发生纠纷 我们找他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情是他个人的行为 我们并没有做没有做任何的组织 大员分局表示因为勤务需要原本支援的六名远警 全数回原单位执行 并没有针对同姓远警调整休假 而且没有因为这一个事件对他惩处 记者黄楚华桃园采访报道 有什么